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使制作flagpack包变得更加容易 Linux Mint有两种基础 一种是基于Ubuntu的常规Linux Mint另一种是基于Debian的Debian版本 现在LMD16已推出并准备好迎接黄金时段 这是Linux Mint Debian的第六版 它基于Debian Bookworm或Debian 12 我只是将其安装在我的NEC Versa Pro笔记型电脑上 Intel Core 12D UOP8700小老鼠2.534Ghz 具有6级位元组RAM和245级位元组SSD空间 我还安装了一些我最常使用的应用程序 例如Cadden Live, Audacity, LibreOffice, OnlyOffice, Desktop Editors, Parabolic, Whisper, VLC, Firefox和 Thunderbird Game等等 在我的旧系统上感觉很稳定 我可以做我在普通Windows电脑上做的事情 但更安全更快 从我开始使用Linux开始 Mint是我唯一喜欢的发行版 这是我去发行的地方 为此 我可以说 感谢Linux Mint团队 让这个Debian版本成为像我这样的初学者的完美Linux发行版 对于讨厌基于Ubuntu的发行版 并且不想在Linux发行版上使用Snap软体包和专有软体的Linux用户来说 LMD16是一个更容易切换的替代方案 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桌面Linux用户来说 它使Linux变得更加人性化 不懂什么 对于同爱的叫�� 虽然Bud разм详 我想留言